你不是因為進手術房嗎 然後那時候剃光好出來 你不是跟我說你覺得自己不好看嗎 嗯 但啊 我就是 還是想要陪你 我請教志 你怎麼剃了 我就想要好好去陪伴總科這一段 希望我做這件事情 讓你更開心 也希望你檢查之後 當然是希望你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真的怎麼樣 必須做第二次手術我 還是會陪你這樣子 所以你才做這件事 你不要哭欸 不管是跟我家裡一樣發生事情的 或者是你有嚴重啊 到癌症的人 你們剃光頭的時候 我希望我都可以給你們自信 就是我做這件事以後 我希望我可以帶給你們 讓你們知道說 不管你是長什麼樣子 不管你是不是生病 你的家裡怎麼樣 你都要勇敢的面對 因為我們都會陪在你身邊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好 我的天 第一出頭髮 等一下 欸很舒服欸 冰冰的 好像在切蛋糕 不用擔心 我從後面看你頭髮超好看 可是無用擔心啊 我覺得我長得滿好看 好啊 一剃完都覺得很酸 真的 可是我真的很覺得做這個決定更酸 好 很棒欸 很棒 對 很棒 好 我們現在可以驚喜 準備好了嗎 啊 驚喜 可以嗎 好 反正就是疫情之前 就是你不是因為 進手術房嗎 然後那時候剃光頭出來 你不是跟我說 你覺得自己不好看嗎 嗯 對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想要陪你一起 雖然你現在長回來了 因為我們隔很久才拍嘛 因為 但我就是 還是想要陪你一起 這樣子 你怎麼剃了 對吧 就是 又 嗯 好 反正就是因為我那時候看到你的時候 其實我在手術房外面等很久 然後他手其實很緊張 這件事情 一直到我看到照片 或者一次 醫生不是拿腦袋給我看嗎 我就是整個嚇到這樣子 然後我只希望你可以醒過來 然後我會剃光 是因為都想來知道 就是 在我心裡都是我最棒的境界 這樣 然後我想要陪你走過這一段路 我不想要就是 讓你覺得自己不好 或是哪裡不好 甚至是你工作上可能 你原本是 高能力者 職位也很高 然後別人可能踩了你的位置什麼的 我知道其實你也很難過 你還是會很自責 覺得你花很多醫藥費 就是你還是都會跟我說這些 然後 我就想要好好地陪伴你走過這一段 那希望我做這件事情 可以讓你更開心 也希望 檢查之後 當然是希望你也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真的怎麼樣 必須做第二次手術我 還是會陪你這樣子 就是所以我才會做那件事 你不要哭 我也會哭 你哭了我就會哭 你哭了我就會哭 人家都說我是車禍 可是我沒有車禍的印象 你不知道自己走 就那段時間空白 然後我真的清醒過來 就是我中間有一段我眼睛是打開 可是我沒有意識 就是很混沌 就像嬰兒一樣 只會哭 然後可是完全不會說話 然後之後 我們去找蹲蹲的時候 我們是連動 我們幫他動 然後幫他翻身 然後就是護士進來每天叫他 我姐姐都說2221 那段時間真的很煎熬 大概有快半年 認真說 現在有四個月 因為我昏迷就20天了 對 20天 然後接下來就真的眼睛打開 但是講話沒有人聽得懂 因為我只會 啊 這樣 你有印象嗎 其實我那段也是空白 也是別人跟你說的 就是別人 對 然後當我真的清醒過來 可以跟他們講話 然後他們是真的很感動 而且我那時候是覺得 啊我睡覺我明天要去上班了 我還很緊張 我說沒有人叫我 我要上班了 然後後來發現 欸 結果是在醫院 我那時候有問醫生 姐姐完全發生的狀況 嗯 大概讓大家了解一下 姐姐發生的時候 到手術完 那時候他受的傷 昏迷指數大概是5、6 就是已經算 非常嚴重 完全沒有意識 加護病房 那種 先知道我們 要簽同意書 那時候是腦目多處挫傷 腦水腫 然後治療過程中 電解質不平衡 高納血症 兩度另外 然後顏面骨骨折 複雜性開放性骨折 我姐姐的臉其實有裝指甲在裡面 左半邊是 太合金 對 因為我沒有骨頭 我是粉碎性 他已經一直整個碎掉 嗯 他現在是已經做完手術 最難過的就是 我要重新學走路 因為我坐輪椅坐了兩個月 嗯 然後我要從輪椅下來走路 因為 家人也會擔心 就陪我慢慢練習 慢慢練習 然後到我真的完全可以獨立行走 真的是兩個多月後的事 我看現在姐姐都在笑 覺得很樂觀欸 對阿 大家都說我很樂觀 很堅強 對 可是我想要說的就是 因為我在復健醫院看過很多 狀況也跟我一樣不好 甚至已經有人發生車禍 九個月了 他還不會走 就是要坐輪椅 然後也完全不會講話 我在復健醫院看過太多 就是 跟我有相同經歷的人 然後我其實內心也會覺得 替他們難過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生病有很多力量 就是我家的人給我力量 給我很多 然後我生病又 一起長大的那種朋友 然後也給我很多力量 因為我在復健醫院看過太多了 而且有的家長已經顧到不耐煩了 對 就是會凶小孩了 我們真的看很多就是 家人自己會開始唾棄自己的孩子 希望透過這個影片帶著大家說 每個人身邊也許都會有這樣的女人 那如果他是你的孩子 希望你們都不要放棄他 因為他們不是願意的 他們自己可能很難過 就像我姐姐 他現在看起來很堅強 可是我們其實不知道 他一個人的手到底怎麼樣 那我們能給他的就是 陪他走過這一段 然後讓他知道說 無論你什麼樣子 我們都很愛